大家好,我是顾文琼博士,今天是美国时间2020年9月16日 刚刚教育部传来消息,因为新冠出国受阻的留学生可以在国内高校戒读 有三种方式,一是合理引导学生在国内通过远程教育方式来继续完成学业 学位认证不受影响,二是在确保教育公正的基础下 允许高校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来接受出国留学人员先行在国内学校戒读 这就是所谓的在国内暂时读书 三是允许部分中二合作办学机构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下 招募符合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生 下面就是参与扩招的院校名单,希望大家好运